文丰盛曾经身为文家和亲子弟 对于圣守擂台赛上 这一套暗箱操作的手段自然清楚得很 所以才会与金家的人一道 防止自己因为表现出众而成为被牺牲的倒霉鬼 虽然他隐忍多年浅修机关术 但是天下间奇人意识极多 他还没有自大道认为自己能够力压天下英才 他的目的只是要在擂台上堂堂正正 胜过当年那个用卑鄙手段赢了他父亲的文武郎 文家现任家族的同胞弟弟 总决赛第一轮筹钱 秦悠悠眼巴巴看着台前的玉盘 以及玉盘里圆滚滚的十枚一模一样的珠子 又看看缓步上前围在木盘边上的十名参赛者 不知道文叔叔这回能不能如愿 文家三名代表都尽数如微 他要壮胜一个应该不能 炎帝其实对这次胜手擂台大赛的兴趣已经不大 先前湘悠国为此次大赛着实花了一番心理 希望能够借机拉拢三大世家之一 又或发掘出一些出色的机关师留作己用 但是自从发现了秦悠悠 这些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三大世家能够拉拢自然好 可是已经不值得花血本了 出色的机关师他们倒是还有些兴趣 只不过如今湘悠国有秦悠悠这个机关天才在 就算他们不开口也会有不少机关师主动留下 你记不记得哪个是瘟悠郎 秦悠悠问道 反正他识人不清的事妖怪恩公已经知道了 喜欢褐色袍子 系蓝色腰带那一个 炎帝不介意 甚至很愿意他记不清楚别的人 专心记清楚他就好 他们说话之间 开始抽签的钟声敲响 台前十个人同时出手 在盘子里各取了一枚珠子捏碎 露出其中的签牌 文丰盛运气不错 抽中了红色的二号签 而文武郎却是抽中了白签 抽中红色一号签的 是一名成名多年的机关师 他犹豫片刻 主动选了另一名 同他一样 并非出身三大机关世家的参赛者为对手 这一轮一战定胜负 人人都希望能够遇上最弱的对手 那名被选中的机关师 论水平与文家派出的另一名代表相反 不过他没有三大世家的背景 即使把他淘汰了 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 秦悠悠却大摇其头 嗯 他输定了 为什么这么说 炎帝在这方面很相信他的眼力 他选的对手我记得 初赛时我看过他的作品 他对于轮轴传动中的笋毫 计算的精妙绝伦 是我初赛里见过最厉害的一个 嗯 但论这一点 他甚至比文叔叔都强 他自己也很得意于这一点 如果他提出笔是这个 抽中红签这家伙估计会输 你记得他 炎帝语气有些古怪 嗯 他手上有一大块黑色胎记 秦悠悠很为自己记住这一个只见过一次面的家伙 感到自豪 炎帝一阵无语 果然记住的不是脸 结果第一场果然如秦悠悠所料 抽中白签 而又被选中进行第一场比试的那名机关师 提出一轮轴组合机关 制作一个可以将一斤铁球抛射到一丈距离的机关 抽中红签那名机关师 制作的机关发射十次 不是太远 就是太近 最终惨败 秦悠悠得意的看了炎帝一眼 马上转过头去看文丰盛究竟会不会选文武郎作为对手 文丰盛握紧了手上的红签 慢慢抬起头 望向对面一派从容的文武郎大声道 请文先生赐教 他这话你说 除了早有准备的秦悠悠与炎帝 其余众人吃惊不小 文武郎论实力乃是文家这次派出的最厉害的一个 他在文家是公认的除了常年闭关的那位大长老之外的第一机关高手 之前准决赛时 最后一轮比试 排名甚至还在这个楚云深之上 在进入决赛的这十个人之中 文武郎的真正实力排名绝对在前三之列 三大师家乃至其他前来参赛的机关师 对进入决赛有绝对把握的参赛者 都会在准决赛适当隐藏实力 如果谁以为准决赛的成绩就代表了这些机关师的真正实力排名 那决赛时绝对会眼珠子掉一地 五个抽中白千的参赛者中 除了第一局胜出的那名机关师之外 其余四个至少有两个实力明显不如文武郎 大家都不能理解文丰盛为什么会干这种蠢事 金浮屠坐在裁判席上 急得几乎想要跳起来大声喝止 文家三长老冷笑道 金贤之 贵福这位外姓弟子真是好气魄呀 他心里压根不认为眼前这个楚云深 有挑战自家文武郎的实力 只不过忍不住怀疑这种不合常理的选择 会不会暗藏阴谋 金浮屠心中大恨面上还是笑着随意道 能够跟文氏顶尖机关高手解锁 机会难得 文武郎原本以为 以自己的实力 至少前面三个抽中红千的机关师 是不会敢选他做对手的 没想到这不知道什么来路的楚云深 竟然这么大胆 真当他的名声都是吹出来的不成 他抬眼冷冷打量面前这个戴了面具的男子 虽然看不清楚五官 不过越看越觉得似曾相识 文武郎大踏步走上前 奉陪 文某便与楚先生比一比 采截百真侠 百真侠 乃是文家先被百年前发明的一种存放珍宝的机关侠 如今天下间 大部分技术过硬的机关师都能制作 不过品质却天差地别 文武郎虽然对自己很自信 但也很谨慎 这是一场定胜负的淘汰赛 只要有一分疏忽 就可能败北 直接失去竞争三甲的机会 所以他顾不上保存实力 选了自己最擅长的一项作为鄙视项目 秦悠悠轻叹了一声 哎 果然让文叔叔猜中了 当年文叔叔的阿爹 就是与文武郎比拼拆解百真侠 然后被文武郎的哥哥 如今的文家家主 动用手段算计成功的 师父与文叔叔都认为 文武郎此后 一定会特别钻研这种机关的 果然他如今最有把握的就是这个 不过他这回输定了 正因为当初赢的不光彩 所以文武郎才会格外注重 花费大量心理钻研 不想留下把柄 所谓百真侠 乃是盒子表面上 有十个活动的旋钮 每个旋钮上 有一至十的刻度 将每个旋钮旋置正确的刻度 百真侠自然可以打开 厉害的机关师 可以根据旋转旋钮时 百真侠内发出的轻微机关响动 以及自身经验判断出正确位置 从而开启百真侠 拆解百真侠 从来只有极高级的机关师才能办到 以拆解百真侠作为考核机关师能耐的方式 也相当多见 谁能最先破解百真侠的密码 谁就是胜者 这种百真侠 负责筹备胜手擂台大赛的官员 自然早就有所准备 一声令下就送了两只过来 放在台上 双方各自设定了开启百真侠的密码之后 互相交换两只匣子 裁判终声一响就开始拆解 两人不约而同 将耳朵贴在两个左右三尺高的同质匣子上 一边小心翼翼地拨动旋钮 一边闭目静心听箱中传出的每一声轻响 台上台下所有人秉息静气 不敢发出分毫声响打扰他们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两人的手几乎同时放到了最后第十个旋钮之上 咯的一声 闻风盛耳中聆听到一声犹如天籁的轻响 他毫不犹豫坐直身子 伸手按向开启匣子的活扣 百真侠的盖子砰地摊开一条小缝 他成功了 台下一片惊叹之声 竟然是处云申胜了 文家上下浮然变色 这不只是文武郎与处云申之间的胜负问题 文武郎输在文家先祖发明的百真侠机关之上 这对于文家的声誉是极为严重的打击 裁判以及台下众多嘉宾呆呆地看着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 陷入短暂的诡异沉默中 咯的一声 文武郎的百真侠也打开了 逼处云申地整整慢了近半课中 文武郎如释重负地坐直身子 忽然感觉周围的气氛有些不对 他先前全神灌注在面前的百真侠之上 根本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事 他猛地转头望向不远处的处云申的方向 处云申站的笔直 冷冷地看着他 而他身后的百真侠已经打开了 我输了 我竟然输了 文武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怎么可能 他在这百真侠上耗费了二十多年的精力心血 自认就算是天公圣手齐天乐 在这个方面都不见得能比他强 他怎么可能会输给一个不知来路的机关石 文武郎死死盯着楚云申 越看越感到熟悉 你究竟是谁 文武郎私生问道 台上同样意外的文家三长老很快冷静下来 侧头对金福图道 金贤之 魁申这位外星弟子究竟是什么来路啊 他虽然认不出多年未见的文丰盛 但是同样对他的身份产生了严重怀疑 文室制作各种用途的机关名声吉祥 但最有名气的就是这百真侠 同样的 拆解百真侠的技术也是公认最高超的 如今族里数一数二的高手 竟然在这个项目上败给一个外人 而且他们出战的 还是整个文家上下最擅长辞到的文武郎 自家的看家本领被人轻松超越 换了谁都很难淡定 金福图的意外不比他们少 不过这个时候当然不能露窃 所以只是矜持一笑道 我金家收录弟子的事不必向文前辈交代吧 圣福乃兵家常事 文前辈何须介怀啊 台上文武郎的目光如见 恨不得射穿楚云身的面具 好将他彻底看清楚 武郎 文家三长老怕他激动之下 做出什么不恰当的事 反而更加不妙 连忙扬声提醒 文武郎咬了咬牙 转身大步走下台去 文丰盛看着他的背影 心中道 这不过是个开始 你当年对我们父子 以及我师父所做的事 我会一件一件 与你们算清楚 总决赛才刚刚开始 就出了这么个 令人意外的赛国 文氏这次派出的 三个参赛者中 公认最厉害的第一个 第一轮就被金氏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 外姓弟子淘汰了 大新闻啊 前来观战的宾客们 都兴奋起来 可惜后面三场 却再没有这样的惊喜 王孙信 风氏与文氏各有艺人获胜 文家人聚在一起商议过后 决定由文武郎取代 原本入围的那名文氏弟子 继续出战决赛 这也是胜手擂台的 一项有利于三大世家的规定 必要时可以临阵换将 但是机会只有一次 秦悠悠听闻他们这个决定 忍不住安中窃笑 这分明是 虐一次不够 还要送上门 让人虐第二次啊 想必没人能比文叔叔高兴了 第二轮抽签 文武郎抽中一号红钱 他心有不甘地 看了文丰盛那边一眼 却没有选择 与他对战扳回一城 而是十分理智地 选择了王孙信 事实上经过第一轮决赛 大家都隐约看出来了 王孙信在准决赛时风光无限 不是他本人真的如此厉害 而是三大世家的人 都有意隐藏了实力 如今到了总决赛 大家再无保留 他立刻成了比较弱的一个 另一个抽中二号红签的机关师 正是秦悠悠记得的那一个 手上有黑色胎记的 他看看风氏的选手 又看看文丰盛 最终咬牙选择了后者 因为决赛方式是由抽白签者决定 文丰盛很轻松地 就将这个机关师淘汰了 天公胜手齐天乐 亲口夸赞的人 又怎会普通 最后的代表 将在文武郎、文丰盛 与丰盛的代表之间产生 三大世家的人暗自松了口气 好歹自家人能进三家 心情比较复杂的是金浮图 自家进总决赛 靠的是一个外星弟子 都怪他们自家这些年来 人才凋零啊 秦悠悠笑眯眯地等着 看文丰盛在最后一轮总决赛里 好好再念一回那个文武郎 梁令却脸色凝重 将一封加急密信送到炎帝手上 炎帝将目光自擒悠悠身上收回来 展开信纸一看 信上密密麻麻 记录了多利国及凤神教 所有重要人物 最近三个月的动向 第一条就是 旭光圣子疑似离开京城 目标下落赞未明 在这个时候 凤神教教主将如恋最厉害的三弟子 忽然失踪 炎帝几乎可以百分百确定 他是冲着相悦国来的 只不过不知道他要下手的对象是谁 是自己又或者是秦悠悠 旭光圣子消失 多利国那边的密探 至少要花上数日才能得到消息 再把消息传到他这里 极有可能 旭光圣子人已经在子叶城内 炎帝放下密信 低声交代良令几句 便将注意力转回到秦悠悠身上 后者正瞪大眼睛 全神贯注 看着擂台上三名参赛者的表现 最后的三甲之战一共分三场进行 为表公平 题目由三名参赛者轮流提出 最后裁判们是表现一起决定排名 一般到了此时 参赛者们都会拿出自己得意之作互相比拼 风氏进入最后决赛的代表 乃是一名老者 名叫风入松 头发胡须血白 至少年过七十 不过精神极好 他站在擂台正中 向台下的侍从挥了挥手 马上有人抬出一个一尺剑方 四面布满小孔的金属箱子 放在校场正中 然后又飞快在距离箱子一丈左右的位置 架设了一圈盾牌 所有人都看出来 这个金属箱子 应该是一件发射飞剑毒标的厉害武器 至于那些盾牌 多半就是为了展示这件武器的威力 秦悠悠盯着那个箱子看了一阵 忽然道 这个箱子的图纸 我见过 嗯 炎帝有些意外 机关设计图纸 对于机关师而言 都是最高机密 尤其风式会拿到圣手擂台上来展示的 定然是他们最新最强的作品 图纸外泄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秦悠悠如果见过这图纸 最大的可能就是 这个机关箱子本来就是他师傅设计的 我在师傅那里 见过这个箱子的草图 师傅说 是我娘亲留下的东西 秦悠悠的脸色有些发白 炎帝只知道 他从小被齐天乐收养 从未听他提及自己的亲生父母 文言不由地心中一动 你确定 草图上画的 就是这个机关箱 外形很像 如果真是的话 这个机关箱子 应该是靠火力引动的 箱子上方有引线 点燃之后 可以连发三轮毒标 每次480发 一帐之内可穿透30斤铁甲 秦悠悠低声道 所谓30斤铁甲 指的是 以30斤生铁铸造的标准护甲 战场上 至少要百夫掌以上级别 才有资格配备 防御能力 可以与无品无者的护身针器相媲美 当然 以无品无者的反应速度 邓贤机关兵器根本不可能射中他们 可是战场上的兵将 无品的只是极少数 绝大部分有一品就很不错了 这样的机关箱子 对他们的杀伤力会异常惊人 秦悠悠的话刚刚说完 台上风入松正好开始描述自己这件得意之作的特性 所说的与秦悠悠相差无几 唯一不同的是 她的这个机关箱子 只能发射一轮毒标 眼帝这样的外行也知道 发射一轮毒标 与发射三轮毒标之间的差异 只发射一轮毒标的话 设计制作会简单许多 机关箱子的空间就只有一尺肩方 每次要发射四百八十枚毒标 光这些毒标就会占去相当部分空间 发射装置还要保持足够的威力 就会艰难许多 在场的裁判嘉宾 听了风入松的一番介绍 都是大感兴慰 等着风家的人演示效果 风入松从擂台上一跃而下 取了火折子走入场中 点燃机关箱上方的引线 然后便飞身急退 一下子退到四五站外 大概过了二三十个呼吸之后 机关箱忽然发出 砰的一声轻响 数百道污光 从箱子四面击射而出 周围一站外的盾牌 发出一连串金属猛烈撞击的极响 足有半尺厚的铁盾牌 竟被打出一个个明显的凹洞 校场内的人看清楚这可怕的效果 都不由自主深深吸一口气 这样可怕的东西 如果埋伏在行军路上 或有死士战马带着闯入军阵之中 瞬间就可收割数以百计的姓名 不少来自别国的官员都忍不住两眼发亮 西河风势果然善于营商 这等力气放到这等场合上公然展示 就算不能助他们夺取圣守擂台的桂冠 会后也会为他们带去巨量订单 只有相悦国的人很淡定 他们如今有秦悠悠这个天宫圣守的弟子 日后要什么厉害的机关武器没有 炎帝握住秦悠悠的手问道 你娘亲也是机关师 跟西河风势有关系 师父也不太清楚 只是在他留下的东西里头发现了那张草图 他顿了顿 还是把自己知道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 当年师父发现我娘带着我 受伤昏迷在路边的草丛里 就把他救了 他养好伤后 留下一个包袱还有我 一声不吭就消失了 你不能过 炎帝有些奇怪秦悠悠的平静态度 秦悠悠摇头 我只是担心他 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还平安 师父说他很疼我的 一定是有不得已的理由才会离开 他会把我留下托付给师父 也是知道师父人品可信 心地善良 会好好照顾我 这话 怎么听着比较像齐天乐自吹自擂 炎帝心里不以为然 随口问道 后来你师父发现了你的机关天赋 所以收你为徒 才不是呢 师父说我娘亲长得很漂亮 我长大了一定也会很漂亮 他想有个漂亮的弟子 结果后来他发现 我不但漂亮还很聪明 他那些机关书籍图谱 我看几眼就能记下来 比他还厉害 秦悠悠得意洋洋的道 炎帝皱眉 他开始严重怀疑 齐天乐的人品居心了 这家伙 收徒弟不看资质 光电计长大了 漂不漂亮干什么 如果可以 你帮我打听一下 我娘的消息好不好 回去后把你知道的详细说一说 风归云一直对你纠缠不休 可能并不仅仅是因为奉神教 或许还有其他缘故 秦悠悠肯主动开口求他办事 那就是说 他心里已经开始依赖信任他 不再将他当外人推得远远了 这一点小事 他又怎会不答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